成为全球性创新药企是百气神州一直以来的愿景 在完成3D上市之后 百气神州的慢慢创新路依旧很长 作为高领资本的心都好 百气神州近年以来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是不断扩大的亏损呢 也给其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4月25日晚 百气神州发布了2022年的财报 财报显示 百气神州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95.66亿元 同比增长26.1% 净亏损136.42亿元 创历年最大的亏损 就要2021年的97.48亿的亏损进一步的扩大 也计为弥补亏损为509.72亿元 对此百气神州表示 随着公司持续进行候选药物开发 以及寻求监管机构批准商业化再延药物 公司存在未来继续亏损的风险 解亏损可能会在近期内进一步的扩大 根据财报显示 截至2022年年末 百气神州现金的期末余额为201.1亿元 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的并增加额为-57.6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其产品的销售放量达84.8亿元 同比增幅高达了107.3% 这也就意味着在创新药收入方面 百气神州正式的超过了恒润医药的81.16亿的创新药收入 成为国内创新药的老大 此外尽管其亏损幅度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是其研发费用也达到了111.52亿元 创下了历史研发投入的新高 同比增幅16.92% 众所周知 创新药研发的是一个投资大 周期长 风险高的行业 作为专注开发抗肿油药的企业 尤其当下医疗行业并非是市场的热点 百气神州以此烧钱的速度 后续再融资问题 都是其未来要考虑的重点的问题 那么百气神州未来的机遇在哪 挑战又在哪 研发费用超过营收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 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于这家企业而言 现金流以及良好的融资渠道 是保证其是否能继续走下去的根本原因 最近两年 美联储的加薪 让创新企业吃惊了苦头 尤其是企业的估值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百气神州 似乎并没有被资本市场所抛弃 GA股自去年10月 至今涨幅 达到了88% 市值更是超过了2100亿元 在研发投入上 百气神州则更为的夸张 2022年的研发投入为111.52亿元 其营收也只有95.66亿元 账面现金为201.1亿元 那么为什么面对超过136亿元的亏损 百气神州依旧敢如此大的力度投入到研发上来呢 是什么给了百气神州激进的勇气 答案就在产品上 2022年百气神州的自主研发的 BTK一支季百瑞泽全球的销量为38.29亿元 同比增幅270% 该产品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销售额占到了其全球销售额的近70% 达到了26.44亿元 目前泽布替尼胶囊 已经在全球近70个市场获批了多项的失音证 包括在欧洲美国获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小淋巴细胞淋巴流失音证的批准 其另外一款产品百泽胺全年的销售呢 也达到了28.59亿元 这两款产品的成功让百气神州有了激进的勇气 其研发方面的投入呢 也更为的大方 除此之外 百气神州呢 还拥有约50款临床阶段候选药物和商业化阶段产品 根据其财报显示百气神州的多款药物呢 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临床研究阶段 产品的研发成功 其带来的回报呢 往往是惊人的 目前百气神州呢 已经取代了恒润医药 成为中国创新药的龙头老大 其未来的前景势必将更加的广阔 综合而言 尽管其目前亏损还在扩大 且盈利周期呢 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但是呢 一旦是越过了盈亏的平衡节点 百气神州利润增长 速度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